我们最近都在一直叫他叫爸爸 因为我保姆跟我说 一定要先叫爸爸 因为爸爸 哦 对 他这个年代小老妹 应该赚了很多汉包 对不对 我第一天就满带额柜了 对对对 我尽量不要去朋友 还有就是小孩多的朋友家啦 对对对 因为可能会你知道 破财是不是 嗯嗯嗯 对就是所以我尽量就是让 还没生的来来我家 啊那个生三个的我就先不去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第一次帮女儿收红包钱 然后我就都有把它收好 然后我也没有去看里面有多少钱 我女儿很可爱 就是朋友来给他红包的时候 他给抱他不要抱 但他给他红包的时候 他就伸手拿 然后伸手拿之后我就想说 哇 妹妹怎么那么聪明这样 然后就要放到嘴巴里 我就说这不能吃 这不能吃 因为他现在六个月就是什么都想吃 我们最近都会一直叫他叫爸爸 因为我保姆跟我说 一定要先叫爸爸 因为这样以后 他就会爸爸爸爸什么事 给我去爸爸做 哦对 因为我们妈妈就会想说 哦先叫妈妈这样子 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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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一定要先叫爸爸 所以我们现在一回家 你就会听到很多人这样 爸爸爸爸 哈哈哈哈哈哈 你会考虑过爸爸的心情吗 诶我老公不知道 他觉得很开心耶 然后他也在旁边这样 爸爸爸爸爸爸 所以就已经中计了 那天就我女儿 他要睡觉 真的就是两天前发男人心理 然后他就想睡觉 小孩子就会在那边 有点欢欢的嘛 然后我就要把他抱着睡 我就要哄他 他不想睡 然后他就跟我玩大哭 哦我老公明明在带耳机打电动 冲上来 嗯嗯 门一开第一句话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说很可怕 他质疑你 我说我 这不是我亲身的吗 哈哈哈 你对他做什么 我说嗯 这句话 有争议哦 然后小戏经看到爸爸一来就 诶 眼泪都收回 好可怕 哈哈哈 然后我就说 好啊那你 那你不是这样 那爸爸要抱抱 他就 哦我马上手就过去 然后笑的跟什么样 哈哈哈哈 这是不是也是像你 要不是有出生正名 哈哈哈哈 嗯 对啊 可以吗 哒哒哒哒哒